早安 明天早安 周末有想好說要去哪裡玩嗎 那今天還是滿悶熱的 好 電視受到封面影響 這天氣是變得很不穩定 這全台降雨機率都很高 我們現在看到目前其實影像是在高雄壽山 好 那一大早其實天氣還算不錯 那陽光也是逐漸來開始高掛露臉了 好 但是要特別注意的是 因為今天整體來說 這全台都容易出現短鎮鎮雨或雷雲 而且這範圍還滿廣的喔 怎麼說呢 我們看到電量降水漏圖 可以看到就是受到封面接近 以及西南風吹浮的影響之下 你可以發現今天這個全台 這個從早到晚這整天 這水氣都很多 那其中雨勢比較明顯 主要就是集中在中部以北的地區 是比較容易出現一些廣泛的鎮雨或是雷雨 那甚至也有一些機率會是出現 這個大雨等級的降雨 那甚至就有這個東半部 以及這個南部地區 也可能會出現一些比較大的雨勢 所以我們要提醒大家 今天出去玩這雨勢一定要記得隨身攜帶 那接下來幾天要如何呢 我們看到下一張圖卡 好 那就以今天來說 這個雨勢就是最明顯的時候 看到眼前出現大面積的 這個藍綠色的一個色塊 那其中在北台灣就得嚴防局部大雨 那麼在明天的時候這個封面通過 好 但是水晶它是開始來逐漸減少的 那只要說中部以北 以及說這個南部先區 還是會有機會出現局部短暫震雨或是雷雨 那這個雨勢它越晚會越來越緩和 好 那麼到了這個下週二 下週三的時候呢 會是這一週天氣最穩定的時候 這各地大多都會是多雲 倒行天氣都還不錯 好 那下週四大家也很關心 就是這個清明連假即將開始了 但是包含說這個週四到下週六的時候 又有另外一波封面來接近了 所以這天氣又會變得很不穩定 其中我們看到包含說這個北部 還有這個東半部地區這邊 又會開始出現一些局部短暫震雨 好 那再來這個溫度如何呢 我們到目前的即時四萬溫度 那一大早目前 這個東半部台北是22度 宜蘭20度左右 花蓮台東大概已經落在22還有23 那至於西半部地區 新竹台中23 24 那在南部地區 這個台南高雄大概是25度左右 好 整體來說 今天早上是比較稍微有點悶熱的感覺 好 那今天其實西半部 還有台東高溫是可以來到 30到34度 那當然尤其就是這個中南部地區 還有這個部分的近山區 更有可能會接近35度高溫的機率 那至於在東半部的宜蘭和華蓮地區 高溫也有28度 好 但是也得注意 這個各地夜晚低溫 可能還是20到23度 所以大家可以多帶一件薄外套備用 那未來幾天的溫度變化如何呢 我們看到這張圖卡 剛剛提告其實在明天的時候 這個封面會通過 所以這個溫度相對起來 也是會略降一點點 好 但是即便如此 在北台灣高溫的部分 還是有25到27度 那中南部還是可能會有將近30度 那剛剛有提到在2號還有3號 這兩天會是天氣最穩定的時候 各地基本上都是會衝到30度以上 那南部當然是可能更高 好 那到了4月4號的時候 簽名連假開始呢 這個天氣又會再轉差異一些些了 但是其實也不會到變太多 會稍微微微的降溫 大概1度到2度左右 那各地呢還是有25度到30度 好 那最後氣氧小丁寧呢 我們就要提醒大家 今天其實受到這封面的影響 這全台呢都是濕搭搭的 尤其就是在這個中部以北的地區呢 更得嚴防這個局部大雨 所以大家要出去玩的時候 這個雨傘雨季呢 一定要記得隨身攜帶 好 那我們要提前跟大家預告 在清明連假第一天 又有封面來接近了 其中就是以這個北部呢 還有東北部地區水氣又會增多 所以大家呢可以來提前多做留意了 謝謝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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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